据每日野兽29日报道 加州圣昆厅州监狱已有超1100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其中包括1015名囚犯和89名监狱工作人员 这一大规模的集体感染事件让人担忧 美媒指出 约有900多人是在过去14天内被确诊的 相关人士认为 圣昆厅监狱的爆发可能与从该州其他地方转移来的200人有关 这些囚犯因被认为极易感染新冠 被转移到了圣昆厅和科赫伦州监狱 其后圣昆厅感染了499人 科克伦感染了148人 同时他们也担心 该事件后从圣昆厅转移到其他监狱的人会引发新的感染 例如加利福尼亚承教中心6月份接收了圣昆厅转移后 其阳性病例在一周内从零上升到210例 自疫情开始便有组织者、律师、公共卫生专家呼吁 释放易感新冠的囚犯 改善监狱测试 并停止监狱之间及监狱内部人员转移 以遏制病毒传播 他们认为监狱中的新冠病毒爆发本是可预防的灾难 然而许多人争辩 基础设施老化 空间狭窄等使得监狱不可能幸免 尤其人满为患是困扰加州监狱长长达10年的问题 有组织认为 避免工作人员和囚犯广泛感染 甚至死亡的唯一方法是大规模释放 6月16日 加尼福尼亚承介和康复部门宣布了社区监督计划 该计划定于7月1日启动 他将允许部分囚犯在监督下家庭监禁 其中不包括暴力 家庭暴力 严重犯罪 以及性犯罪者 另外 加州已经提前释放了大约3500名囚犯 其中优先释放医疗弱势者 非暴力犯罪者 和几乎没有时间带行的囚犯 此外 已经确定另有3500名囚犯会提前释放 不过该州面临的问题是 他们必须考虑为提前释放者提供住房 以免未做准备使情况更加糟糕 加州州长加文约瑟姆在2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 谈到盛坤厅疫情 他称 正在正式制定计划 如果有需要 会将患者转移到外部医疗机构 赛顿医院 为了避免疫情形势更加糟糕 约瑟姆已经呼吁各县推迟重新开放计划 而前几日 包括洛杉矶在内的9个县 已经关闭了酒吧等娱乐场所 该州最严重的地区洛杉矶 目前已有近10万例确诊 和失识 太阳